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快报。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揭开肖战告王一博大粉案的最新进展。 曾经以古装打扮神秘亮相剧组并频频打喷嚏的肖战,近日有了新的动向。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备受瞩目的事件,看看其中究竟隐藏了哪些神秘的秘密。 立刻点击观看,与我们一同迎接这场充满好奇心的新闻之旅吧。 肖战告王一博大粉案,取得新进展此前古装打扮现身剧组连打喷嚏。 1月15日,王一博方发布告黑进度,里面出现了肖战的大粉。 但字面意思来看,就是还没告,只是律师函。 1月19日,肖战方发布告黑进度,里面出现的被告军是王一博大粉。 对此,你怎么看? 在这件事发生前,小韩在藏海传剧组看到了肖战,他穿着一身墨绿色的古装,撑着一把黑色的遮阳伞,快步走向片场,保镖跟在他的身后保护着他。 不知是过敏还是感冒了,肖战忽然捂住口鼻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 开拍后,肖战从一处宅子内走出来,他穿过嘻嘻嚷嚷的人群,走到一座石桥上。 大家觉得肖战在新剧里的装造怎么样? 肖战告王一博大粉案,取得新进展,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1月15日,王一博发布了告黑进度,然而,字面上看似乎只是发了律师函,而还没有正式提起诉讼。 而后,1月19日,肖战方也发布了告黑进度,引起关注的是被告竟然是王一博的大粉丝。 对于这一情况,我有一些看法。 首先,从法律角度看,律师函是一个先期通知,可能是为了警告被告并寻求和解。 因此,此时并不能断言肖战已经正式提起诉讼,只是正式表达了对王一博大粉的不满。 这种法律手段在娱乐圈并不罕见,双方可能还有协商的余地。 其次,关于肖战在新剧《藏海传》中的装造,这似乎是另一个话题。 肖战以墨绿色的古装亮相,携带黑色遮阳伞,给人一种神秘感。 然而,在剧组现场,他突然打喷嚏的画面引起了粉丝的关注。 无论是过敏还是感冒,这都表现了他在工作中的付出和坚持。 至于大家对于他在新剧中的装造如何,这可能因人而异,各有喜好。 总体而言,肖战告王一博大粉案的新进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具体的法律结果仍有待观察。 同时,他在新剧中的表现也让粉丝们对于他的演艺事业充满期待。 在繁花中饰演的李李美出圈心直磊,夜晚出门卷发造型很时髦。 繁花前段时间热播,新直磊在剧中饰演的李李美出圈,被网友赞是超级美艳饰和大屏幕的一张脸。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肖韩看到新直磊夜晚从工作室走出,他与几位助理来到车前,新直磊调皮地用手拍打了一下女助理, 示意他快点上车,接着新直磊坐进汽车后座。 他烫着卷发戴着帽子,打扮得复古又时髦。 大家觉得新直磊的卷发造型怎么样? 繁花中李李美帝出圈演出时,新直磊在夜晚的卷发造型显得极为时髦。 这部作品中,李李美帝角色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展现了新直磊卓越的演技和时尚品味。 首先,李李美帝角色塑造展示了新直磊多才多艺的一面。 他通过对角色的细腻描绘和情感表达,成功地使角色脱颖而出,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观众们对新直磊在繁花中的出色表现赞叹不已,认为他不仅具备了深厚的演技,还展现了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其次,夜晚出门的新直磊以一种独特而时髦的卷发造型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的时尚选择不仅彰显了他个人的品位,还为他赢得了时尚界的青睐。 观众们对他夜晚出门时的造型纷纷表示惊叹,认为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在时尚领域也有着独到的眼光。 这一亮眼的表现不仅证明了新直磊在演艺圈的地位,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支持者。 观众们对他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演技上,更包括他的时尚品位和个人魅力。 这种全方位的受欢迎程度使得新直磊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之一。 总体而言,新直磊在繁花中饰演的李李美帝出圈演出以及他夜晚出门的时髦卷发造型,不仅凸显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杰出表现,还展示了他在时尚领域的引领地位。 这一系列的成功不仅丰富了他的演艺履历,也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随着他在娱乐界的不断发展,相信他将会继续成为业界的一颗耀眼之星。 新直磊在繁花中饰演的李李美帝出圈演出以及夜晚出门的时髦卷发造型,无疑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影迷。 观众们对他的热情追捧不仅仅源于他出色的演技,还有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和对时尚的敏感度。 从演技角度看,新直磊在繁花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他成功地将角色李李美帝个性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观众们更加投入于剧情之中。 这种出色的表演功力,使得新直磊在演艺圈中展露头角,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夜晚出门时的时髦卷发造型,更是为新直磊增色不少。 他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展现了多才多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以独特的时尚品味吸引眼球。 这种过人的综合实力让新直磊不仅仅是一位演员,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时尚偶像。 此外,新直磊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拉近了与粉丝的距离。 他用真实、活泼的形象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的表现和作品。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能够在多个方面脱颖而出,并获得观众认可的艺人并不多见。 新直磊通过在繁花中的出色表现和独特的时尚品味,成功地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他的崛起不仅让他个人受益,也为整个娱乐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他在演艺事业中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